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際大風吹 每個禮拜帶你探討一個有意思的國際話題 華都巴黎 幾乎每年都排在全球最多人造訪的國際大臣前三名 位在市中心塞納河島上的聖母院 不只是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 觀光客的必看景點 更是法國人重要的精神象徵 可以說是族群認同的一部分 可是這座地標在15號突然起火 前後燒了整整15個小時才完全撲滅 而最具代表性的哥德士尖塔和部分的屋頂 都在大火中複製一具 讓很多圍觀的巴黎人在路邊落淚祷告 那這集我們要來看一下 聖母院為什麼這麼重要 災情嚴不嚴重 未來又要怎麼復原呢 聖母院的前身是聖史蒂芬教堂 還沒有改建之前呢 可以說是全巴黎甚至整個法國的信仰中心 之後因為建築老舊空間不敷使用 教宗發起了改建工程才有今天的聖母院 這項工程從12世紀開始一直到14世紀才完工 花了200多年新建 至今超過850歲的教堂 是巴黎歷史最悠久的建築之一 相較之下 羅浮宮、凱旋門、聖心堂、愛菲爾鐵塔這些地標都是晚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世紀時期很多教堂的工程都是由皇室來主導的 但是聖母院的新建資金主要來自人民的捐獻 雖然後來到19世紀一度年久失修差點被迫拆遷 但隨著《大文豪與果》的《鐘樓怪人》出版大賣 小說中發生在聖母院屋簷下彰顯人性崇高的動人故事 也重新喚起大眾對這座建築物的重視 最終由政府發起了修繕計劃 聖母院才再度在群眾力量的支持之下獲得了新生命 成功挺過大革命動亂和世界大戰的聖母院 850年來見證了巴黎很多的歷史事件 例如19世紀拿破崙一世的加冕典禮 傳統上來說 皇室加冕都是在巴黎郊區的漢斯聖母院來舉辦 但是法國大革命後 拿破崙為了強化新皇朝的正當性 選擇打破傳統在巴黎聖母院加冕 同時也整合天主教的傳統 創造一套新的儀式 一方面可以區分新舊政權 二方面也鞏固自己和新皇朝 在國際皇族和天主教世界的地位 另外法國15世紀傳奇人物聖女貞德 當初是被敵人當成女巫燒死的 後來他的母親請教宗為女兒重新審判 也是在聖母院宣判終於獲得平反 然後最終在1920年豐盛 另外二戰期間自由法國政府 收復巴黎之後的彌撒 還有前法國總統密特朗的 追思彌撒也通通都是在聖母院舉行的 除了建政歷史之外 聖母院也保存很多重要的藝術品和宗教聖物 這次的祝容之災 燒毀了中央尖塔和周圍的木造屋頂 所幸起火的時候建築本來就在整修 很多藝術品都已經事先移除 比方說十二使徒和福音傳道者的銅像 都被安全保存下來 但是當時還是有部分的歷史文物是放在寶物庫房 所幸在神職和消防人員的積極搶救之下 正願之寶耶穌金棘罐和聖路易祭袍都成功逃過一劫 據說耶穌金棘罐是羅馬士兵在耶穌受難之前 強行帶在耶穌頭上的金棘環 可以說是基督教立信仰中歷史最悠久的聖物之一 在這場大火中建築物的主結構並沒有受損 南北中塔幸免於難 著名的三面玫瑰花窗 更奇蹟似的沒有受嚴重損傷 但是呢這麼古老建築物要恢復原貌還是不簡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時間承諾要協助修復工作 然後法國政府也開始籌措款項 很多當地的富豪和民間企業紛紛慷慨解囊 災後二十四小時之內就已經募到超過八億歐元 至於要花多久時間 總統馬克宏喊出五年內重建完成 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建築物 我們有很多需要再建築 所以對 我們還會再建築咖啡座納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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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承諾雖然熱血 但這個時間點是為了跟2024年的巴黎奧運同時完成 很多專家學者認為其實並不實際 因為古蹟修復並不只是單純的硬體重建 還要講究細緻的溫室考證 召集專業團隊並投入大量時間才能完成 例如上一次的刀跟我們恢復 就是從1845年做到1865年才完工 一場大火燒毀了巴黎的精神象徵 但也燃起了法國人之間的團結 更提醒全世界保護古蹟文物的重要性 面對無法複製的歷史記憶 我們都需要練習在失去前懂得珍惜 有哪些你參觀過的歷史景點 或者古蹟保存的做法讓你印象深刻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喔 國際大風吹 我們下回見 大風吹製的歷史記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